塑料厂里,陈幻生揣着把锄头左顾右盼,在地里待了大半辈子,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好东西,他认定自己要在田里待一辈子,万万没想到,有朝一日被厂长看中,要他当采购员去城里进货,虽说是个好柴事,可落在自个儿头上,陈幻生也高兴不起来,掉头就走。 厂长哪肯放过,做事留意线,日后好相见,回家商量再答复也行,偏偏陈嫂也是个老实人,听说要去城里便下意识阻拦,外面花花世界,万一丈夫被勾走,哭都没地方哭,更何况进场之后就得天天报道,哪有自己种地自由,陈幻生不愿配合,厂长自有道理说服,你没本事但有门路啊,县委吴书记是你老熟人,你办不成,他可以帮你啊。 两人的交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,火车站外,陈幻生叫卖油条麻花,生意火爆,东西买完了,数来数去却发现少了三毛,肯定是有人贪便宜,趁乱拿了没给钱,只能自认倒霉,更加精打细算,要在后车厅里过夜。 谁知突然感冒,整个人昏昏沉沉,幸运的是,吴书记路过,带他看了病,还安排到招待所休息,睡了一觉,陈幻生病好了,白色床单,柔软的地面,环顾四周,只觉得新奇。 可退房的时候,他却肉疼不已,住一晚,居然要九块钱,能买三顶帽子了。 这还得了,钱拿不回来,一听到能住到十二点,他又回到房里,使劲坐沙发,反正花钱了,无论如何也要回本。 这件事被写成小说,发表以后,他摇身一变成了名人,厂长和会计一起劝说,路费报销,原料买回来,还有奖励,左右不让你吃亏。 陈幻生心动了,既然决定上城拜访,也不好意思空着手去,于是他带着三十斤地瓜和一只鹅,乐呵呵地出发了。 火车上,对面的女人摆弄着一块闪闪发亮的金表,他好奇凑近,被瞪了一眼,缩回脖子,喝水掩饰尴尬,又被烫了一下。 折腾一番,终于到了城里,他提着特产到办公室找人,刚一进门就被众人认出,陈幻生更加来劲,吴书记不肯收,他便要送货上门。 你来我家,探望能送礼,我怎么就不行了,礼尚往来而已,吴书记不再阻拦,把人领回家。 陈幻生看着院里的空地,又惦记上了,这么好的地,不种菜,可惜了。 夜里两人谈心,提起采购的事,吴书记骂了一顿,原来厂里要买的是聚乙烯原料,在城里也是紧俏货。 厂长曾经送礼求办事,被书记骂了一顿,见这条路走不通,便把算盘打到老师人头上。 陈幻生被利用了,可要办的事却是有利于集体的,吴书记当然愿意帮忙打听。 石头落地,陈幻生在这里安心住下,白天也有闲心去街上开眼界,吃得穿得用得五花八门。 眼睛看花了,心也看野了,就连回去吃饭也忘了。 望完没想到,就这么短的时间,吴书记去省里开会了,归期不定,那原料的事也就泡汤了。 陈幻生心里发愁,闲着没事干,盯上了屋前的那块空地,可地翻好了,书记也没回来。 事情没成,她怕被埋怨,连夜回去向厂长汇报,又被赶回城里,走得匆忙,忘了带礼物回来。 陈嫂一同埋怨,怎么我们送出去也没回个礼。 再次进城,陈幻生有些尴尬,在旅馆订了一张床,带着心理送到吴书记家。 书记姨妈热情挽留,她只能回去退床,没曾想,歇了下脚,也要交钱。 她又觉得肉疼,索性住一晚,第二天再去书记家。 这时,一个叫老林的人过来搭话,陈幻生老是不设防,三言两语就被套出和吴书记的交情。 老林大显殷勤,一个晚上就能和他称兄道弟。 回到书记家,陈幻生百无聊赖,白天在院里种菜,晚上在院里发呆,几天过去竟瘦了好几斤。 等到绝望时,吴书记终于回来,原料的事有着落了,陈幻生拿着介绍信到化工厂采购,可王厂长见他空手而来,便一口回绝,原料紧俏,等新的一批到了,我再和你联系。 陈幻生没发,留下书记家的地址,又被王厂长拦下,有关系,怎么不早说,态度瞬间转变,要请他去家里做客。 老林听说怕他吃亏,也跟着一通前往,巧舌如簧,恭维的话让王厂长听得舒心,五吨原料顺利到手。 老林也想分一杯羹,自家厂小采购困难,想拿走一吨,刚帮了一个忙,陈幻生怎能不答应。 两人说说笑笑,大厂采购员玉莓却冲进来诉苦,原来这五吨原料是他请客送礼拿到手的。 没曾想,半路杀出个陈咬金,王厂长收了礼,翻脸不认人,真是不凑巧。 陈幻生刚想开口被老林拦架,玉莓蒙在鼓里也好,免得再横生枝节。 原料到手怎么运到火车站也是个问题,老林图省事,想让货车运输,陈幻生却不愿意,能省则省,我拉个板车,多跑几趟而已。 老林拗不过他,真的弄来一辆板车,天气炎热,一趟下来便满身大汗,到了夜里还下起暴雨,车轮卡在缝里,又折腾半天。 等到第二天,还差点引起交通事故,老林叫苦不迭,好在原料平安送上火车。 陈幻生开旋而归,成了厂里的大功臣。 可结算的时候,会计却不给他报板车钱,他想不通,明明自己为厂里省钱,怎么还好心没好报。 有理说不通,别提多郁闷了,陈幻生掉头就走,会计又把他拦架,拿出一跌钞票,这是你采购的奖金,除去预知的路费还有五百七块。 陈幻生愣了,他从没数过这么多钱,自己费力气拉车不给报销,没出力气反倒赚了大钱,怎么想也想不明白。 可他到底明白了一件事,厂长让他当采购员,老林鳄语奉承,王厂长改变态度,都是为了他和吴书记的交情。 陈幻生上城是肖香电影制片厂,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的剧情片,由王新宇指导,于1982年上映。 根据高校生的小说《陈幻生上城》,陈幻生转业改编,讲述了农民陈幻生被村里委派为村办厂的采购员,在进城为厂子采购原料的过程中,目睹种种不正之风的故事。 人情是逃不开的话题,只要求人办事,就要送礼上门,帮你是情分,不帮是本分,礼多,人不怪。 这些话能概括所有有求于人的心态。 这样的想法成了潜意识,遇事只会求人,殊不知,还有句老话叫做,求人不如求己。 影片中的玉梅同是采购员,为了原料,请客吃饭还送金表,可换来的却是一场空。 王厂长在其位不谋其职,贪心越来越大,名声臭了,自己也被人告发,赔上前程,实在不划算。 另一个采购员老林,看人说人话,看鬼说鬼话,本性虽然善良,可老油条的性格,不就是被现实所逼吗? 投机者无处不在,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,人情事故和制度的裹挟下,陈幻生这一类老实人只能被迫接受现实。